我的事情 就是他其实在三年前 他考上南华大学 他去训练了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他是大三生 你去南华大学 你有看到一个老人 一阿公都穿 都背书包 戴一个帽子 就是从校园走来走去 那你知道吗 那时候 因为后来他考上大学 就有一次就是 自由时报就来看法座 而且是头版头 就是这个 后面 就是 哇那一天他家电话接不完 大家就 他就来叫他 哇你不敢看 头版头 就是 结果我对他也跟他说 哇阿公你最近真紅 他就说 不要你不要再说 我很辛苦 我又说 你是很辛苦什么 他说 没有啊 我就想说 猝鼻猝鼻 你看看啊 现在把我踩到大火皮了 要怎么 就是阿公很客气 很可爱 那我跟大家讲 其实他 呃这边 他们其实是一个孝道传家 就是他们家子女龙 龙旧女无好 我觉得这个一个家庭孝顺 那和乐 其实那个家的力量很大 呃这一位是他那个啊 他儿子 嗯 嗯 这样子 对 我刚比的那个中间那个是他儿子 他儿子为了他爸爸要读大学 他同时同一年跟他去考 同他啊 嗯 阿公考哲学系啊 啊 他儿子读哲学所啊 啊 陪爸爸读书啊 旁边那个 后面那个穿紫色那个 是他媳妇啊 他们夫妻两个哦 不住大林耶 他们住南投草屯 他们是从南投特别去陪爸爸读的 那那我就问阿公说 阿公你哪有什么要读哲学系 他就告诉我 我就想说哲学系 就是有国的料理 就是哲学思辨嘛 他说他只要去陪他 他都在陪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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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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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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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他说你知道我哲学系的老师和学生 都是怪人 他说他就告诉他 他就想要转系 我想说 的是真的 帶你很难攻 要说我陪我 500 说他在做的 他就说 你到底是 자주在做的 他就说 别动了 学历了 他就这样 他就这么谈了 结果他 PDF Text는지 tell me what, she said 他在做厅学系 全班第一名 我说阿公 你要问我 你才算学校怎么转的第一名 他说 阿母亲现在要莲一个少年 很简单的嘛 他说 敲课也敲课 来胜课也敲课 吃鸡腿吃鸡腿 我全情耶 我全情我不贏他 所以他真的是 所以我们前去年大宁 我们志工在十周年庆 他们成一十周年 南华大学校长很特别 他上台致辞的时候 我才知道 哇 我们这阿公还拿南华大学的书卷奖 就全校性的奖项 所以真的是很可爱的阿公 现在吃拼 因为他就是很认真的 因为他现在当当 准备大致要毕业了 所以应该是可以毕业 很厉害的阿公 那这是我们志工站 那我觉得讲不好奇事 就是特别我也要分享我们志工站 就是我们希望这个火药老花 它是生活 它不是一次的活动 它其实可以 就是变成它 其实日常就是可以这么活样 那这个不老奇事 为什么当年我们会办 其实我06年的时候 我刚好去大陆跟日本 那我在大陆的时候 其实因为我们在做那个 就是公益团体交流 刚好有一个基金会 他就在办为爱长生的活动 而且他是放入里面 再放一个小小短片给我看 给我看 然后我那时候就突然眼睛一闪 就看到一位奶奶就是全白发 非常就是拳头白发 我就问他说 因为他们那个为爱长生就是要走八千里路 那他们边走边募款 就是边为那种中国大陆他那个偏乡的小学 就会很多教育资源溃乏 所以他就是他们要边走边写信啊 用各种方式去募款 希望大家捐钱可以去盖小学 那他们走完有二十一位 那我就问说 那个奶奶我们走完 因为他就 他说他七十岁 他就跟我说 他还走完 二十一位里面 他是其中有一位走完 你们知道走八千里路要走几天吗 你们知道走几天吗 他走三百零五天 将近一年 那个是很辛苦 那个脚会起泡 那个不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那时候就心里就闪过说 哇大陆那么大都可以走 那台湾很小啊 绕一圈 我们海岛又那么流 那么那么夯 那我们看看台湾老人 有没有人想参加的 那其实我那时候只是脑海闪过 因为我是大概六月去大陆 那结果那一年也很巧 我就是也刚好九月也是去做一个交流 那我是去日本 那去日本的时候 就有一个大陆普通团体 他们就是在办那个 就是他们是真的全部都为老人办 他就是因为他们的总部在大阪 他们就让老人家从大阪见走到东京 那他的距离是一千多多年 他走四十几天 那因为日本人其实还蛮严肃的 我去交流的时候啊 那个他们都很拘谨 你知道吗 就是啊 其实都很严肃 可是你知道他们在讲这个活动 因为那时候他们就有几位老人家都参加过这个见手的活动 哇 想到这个活动的表情又不一样 我不懂日文 我是看他们表情 哇 你都神采奕奕 我就想说 这个活动这么神奇啊 怎么参加过大家那么开心 所以我就回来就开始问台湾的我们服务的长辈 我都随机了 我就问说 哎呀 咱们还玩得乐吗 啊 就就我们那个团长就是 呃 这一次我们不老齐色团长就是87岁 呃 带气岩团长 他第一个跟我说 他他跟我说 你一定要饭 我问他说 你有什么要饭 他说 我跟他说 你看 你看 多过80岁 你不知道我的感控 老人家跟我说他很感控 我问他说 有时候他感控 他说 你知道有主人问我配合吗 我跟他说我80岁 他大家听就问 啊 你80岁 你好 你坐好忙当 啊你去家里忙出来 啊这样 对 都很关心他啦 可是都不要他做任何事 啊 他说 知道吗 人家吃烟味是很难过的事情 没问题做 整天没问题做 他说 啊你从我走出来 啊 让大家知道 我们老人不是没用 啊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 呃 就我觉得不好 其实后续可以做这么多的推动 我真的要感谢这个团长 因为 他赋予这个活动非常重要的精神 如果说我办这个不好 其实就是环岛旅游去吃藤 其实就没有没有那个 后来只可以做这么多的一个发想 因为当初其实我们那个 全部都是公益旅行 就是我们没有到临圣古基区 我们全部都去那个老人院 去独居老人 去用他们实际上的例子 因为他们有两位有癌症嘛 习惯节骨好 注定器什么 就去鼓励他们说 你看我都 我身体也是身体病痛 慢性病一堆 可是我也在玩岛 大家不要胖 应该要走出来 啊 去用这样的方式去玩岛 所以 所以也 后来就 也很感谢了 就是13天也平安的 完成这个 王岛的旅程 那这个过程 我们有个小的坚持 就是 拍基督片 为什么叫小的坚持 因为 缺钱是要缺到一堆 因为很难负款 超级难负款 因为你跟十个讲究 就跟你说 刚好 那会不会太危险 其实要找到支持是很难的 但是 当初就想说老人的生命力 不要说活动结束 就没有了 所以我们就 那时候就拍了一个纪录片 那时候也没有想说要变电影 只是说想要把它纪录下来 那博武遇到很好的导演 那天后他把它拍得非常的好 而且他因为跟爷爷拿来感谢他 所以后来我们的纪录片 其实不是纪录13天 是纪录2年多 前前后后 后来最后剪成一个90分钟的一个纪录片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运报片